端午佳节将至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率领事府官员 提前来到海巡署第八暗巡队 慰绕劳苦功高的暗巡队 以及新竹地区的各单位官兵代表 沈慧宏指出这次特别要颁赠感谢状 给空军第二战术战斗机联队 跟陆军584旅 在最近的新竹市517水灾当中 大力协助救灾跟复原的工作 那尤其这次的517的港南港北 西边沿线的沿水 那居民在复原家园 以及整个的灾后重建的部分 我们的国军弟兄都是陪着我们 从清晨到深夜 那协助我们的市民早日恢复生活 非常谢谢我们的国军弟兄苦民所苦 民众的事情一样是国军弟兄的大事 那刚好是这个端午节的时间 我们市府团队在市场带领之下 祝福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端午节快乐 那也希望他们不能够回家 家人可以到新竹市来探望他们 看一看这个城市 在他们保家卫国的努力之下 有一个什么样的幸福的改变 一起来新竹市过端午 海巡熟的地板暗巡队 负责新竹市的港口防疫跟安检任务 队长李思贤指出 暗巡队近期内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防堵非洲猪瘟 避免大陆物品走私进来 而他也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不寻常的事情 可以通报暗巡队 军民合作一同保护台湾产业的安全 那我们首先谢谢新竹市副市长 来本队绕军 那我们第八暗巡队呢 是负责整个新竹市的港口防疫 还有安检的相关作为 那在这边也呼吁大家 如果现在是非洲猪瘟的疫情 如果有什么非洲猪瘟的相关的措施 或者是其他的仪式动植物 可以来向我们本队来做这个告示 谢谢大家 副市长亲手送上卫问金 而新竹地区的各单位代表 也都派人出席 接受市府制赠的卫问金 小小的卫问金 理清情义重 代表的是市府跟民众 对国军单位的无限感激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好